為什麼你寫這麼快 因為我很聰明 正確喔 那會寫錯了吧 你寫錯了 我覺得我寫錯了 我覺得你寫錯了 我也不知道了嗎 好弱 等一下喔 這是過審題嗎 你還寫兩三個 懶懶在運動會時比賽輸了 哪些同學的對話有同理心 沒關係 你已經盡力了 你就是太弱了才會輸 輸了就輸了 有什麼好難過的 以萱說我知道你很難過 下次再努力吧 哪一個 你這是副選題對不對 有副選題 看一下喔 對 有同理心 所以可以同時選兩個三個 你就是太弱了才會輸 答案有幾個了呢 等一下這樣講就行 對 假的你這個個性要改改 你這個個性不夠太好 不可以就強 不可以給我這樣 輸了就輸有什麼好難過的 你連一也不行 為什麼 好我好了 好 好了嗎 3 2 1 有同理心的同學是 林湘 以萱 林湘跟以萱 都是意思 答對了 答對了 Yay 林湘跟以萱是有同理心 真的 他有斷人色區那個 沒有 他有斷人色 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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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斷口題喔 這是斷口題喔 不然我現在的腦智商在小學 應該是100分的人 你確定已經剛剛 三角形原型給我想那麼久 還驗算啊 這間機器有問題 還給我驗算超久 還要驗算 好 下一題 下一題是國語 正確 正確喔 正確喔 為什麼你寫這麼快 因為我很聰明啊 正確喔 那會寫錯了吧 你寫錯 我覺得我寫錯了 我覺得你寫錯 好 我也不知道了嗎 好 等一下喔 這是過審題嗎 還寫兩三個 好 好 因為我剛剛 好 好了嗎 OK 好 3 2 1 我寫錯嗎 答案是掃 掃 布手為首部 筆劃十一話 布手外筆劃為八話 其他單字 正確布手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看 秀 布手為人部 筆劃六話 布手外筆劃四話 肖 布手為竹部 筆劃十話 布手外筆劃為四話 落 布手為草部 筆劃十三話 布手外筆劃九話 我剛想到他另外一個寫什麼 沒有 我剛剛就是怕 我來每日一次來講解一下 這個修的布手是人部 那這個落的這個布手呢 是草部上面的 那這個笑呢就是竹部 就跟我的竹絲籃一樣 竹部 準備 下面一題 請問下列何者不是四大名著 一 三國演義 二 西遊記 三 聊齋志義 四 水浮傳 我之前錯過這一題喔 我記得我小學都有錯過 我以我看到 我看到過的來選 老師應該也錯了 老師應該也錯了 沒有寫好了 老偷看你們幹嘛要寫好了 我不確定耶 我覺得我應該再錯一次 好了嗎 好 好 來 三二一 有人 三 聊齋志義 聊齋志義 簡稱聊齋 又稱鬼胡亂 是清康熙年間 圖松林所著的奇文義式小說 全書共491篇 內容十分廣泛 作者也在這本書 深刻地描寫了狐仙 鬼和妖 而字禮行間也透露出 鬼比人還要有情義 以此諷刺當時的時代 而四大名著分別是 《三國演藝》 《西遊記》 《水浮傳》 《金平梅》 沒有 我就印象中聊齋志 我裡面有印象 裡面有個老人 我只記得有《紅樓夢》 《紅樓夢》 這確的是 我沒看過那個第三個 我也沒看過第三個 因為我有讀過第三個 所以我一直覺得第三個 好像也在裡面 反正就是《三國演藝》 《水舞傳》 《西遊記》跟《紅樓夢》 好 答錯了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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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